基于网上流传的空景600机头高清图片 可以视为该项目进展顺利的标志 而几次试飞的目击视频 似乎表明该戒之后可以与福建舰一同交付 作为一种在2020年秋季才开始试飞的全新机型 空景600所引发的关注一点不比同期的福建舰少 因为这不但与其未来在航母上重要性息息相关 还因为其拥有被开发为舰载固定一运输机 舰载固定一反潜机的巨大潜力 我们都知道所谓外国专家都说我们的 空景600是抄袭了E-2的设计 可对于这种指责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内航人都知道固定一舰载预警机 想要满足在航母上使用 它的气动外形设计很容易去同 因此空景600外形与E-2鹰眼类似也就不奇怪了 但我们在今后对空景600的后续开发上 可能会有不小的概率要抄袭一下E-2的演进路线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海军以E-2鹰眼 舰载固定一预警机为平台 再拆除了几倍圆形天线 加快机身 在尾部增加方便建筑的写破货道后 就得到了一种航母专用的舰载固定一运输机 C-2挥狗 由于C-2与E-2拥有舰式的机体设计 并采用同样的机翼和发动机 因此其可以在所有美国海军航母上使用 具有极大的通用性和后勤维护便利性 而像C-2挥狗这种拥有较大货运空间和再重量的舰载运输机 对于我国未来迈向远洋的航母编队而言 是极为重要的舰载机型 因此空井600的设计团队完全可以针对海军这种需求 规划设计一种以空井600机体为平台的舰载运输机 在去掉圆盘天线和不必要的电子设备 操作台后就可以发展出一种具有数千公里航程 最大载重载5吨左右的舰载运输机 并且还可以在货舱中临时增加座椅 改装成可搭载20多名乘客或商员的小型客机 一户飞机 并且其货舱可以为正载远洋执行任务的航母送去较大的发动机或其他大型设备 参照C-2挥狗在美国航母商署十年的使用经历看 其已经成为美国海军必不可少的舰载机类型之一 虽然现在C-2已经被美国海军确定用CMV-2B轻转巡逸机所代替 未来将逐步从航母甲板上消失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航母对这种舰载运输机的需求 而空颈600机身除了可以发展为舰载运输机外 还拥有改装为舰载返潜机的潜力 虽然相较于我国目前装备的陆基空前200返潜机来说 这种一短粗机身平台改装的舰载固定翼返潜机性能肯定有所限制 并且当今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在意的舰载固定翼返潜机 凭借我们在陆基空前200返潜机延至上积累的大量经验 以及多年在返潜直升机领域的深耕 相信我们可以在空颈600机体上开发出我国第一种 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种舰载固定翼返潜机 这种返潜机可以拼借远比直升机机体大 航程远的优势 安装更多 性能更好的搜前设备及工前武器 可以在海面上进行长时间的低空 低速返潜作战 从而为航母编队开辟出大范围的安全通道 或者凭借较大载重量可以携带多枚反潜鱼雷 深水炸弹和升纳浮标 为敌方潜艇提供搜前工前一条龙服务 由此可见 我们空颈600日后的成功上舰 将不仅仅只是代表它自身 还将包含未来以其为基础衍生出来的 其他重要舰载机型 而这些拥有自身独门绝技的舰载机 将随着我们的海军航母编队一起时向远扬 五国的空颈600首先在雷达方面就采取了波段雷达的模式 还有有缘相控雷达 这样的利用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提升波段 雷达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些目的 在执行任务以及发现敌机的过程里 都能够做到更多的反馈 空颈600在一直以来的发展当中 都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而600也就意味着是更多的一些具体体现 现在又搭载了这样的波段雷达 也就意味着在性能上会有一个大跨步的提升 因此 在后期的一些单独使用以及配合运用的过程当中 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除开这些之外 为了能够让它有更多的优势 我们也在参考其他的机型 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制造特色 美国在预警机方面有着 比较长时间的制造优势 因此我国在研制空颈600的时候 也做了这样的参考 在一些机动性能方面 参考了他们最有优势的一款 所以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空颈600 在这样的运用过程当中也是吸取了一定的经验 后续的发展非常的引人注目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可以带来更多的优势 而空颈600还有一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就在于它采用了陆基反舰弹道导弹 这是在之前的一些预警机当中都没有采用的 而003型航母作为我国最新的一款国产航母 它也需要更多力量上的提升 而陆基反舰导弹就刚好能够达到这样的优势效果 这些发展都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发挥 同时在导弹研制方面 我们也有着更多的一些实力体现 现在将它直接搭载在空颈预警机上 也就意味着可以有更好的联合性运用 这样的一款陆基反舰弹道导弹搭配 可以给我的航空母舰带来更多的打击优势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也不害怕在这方面会落于下风 正在赶攻试飞的空颈600和歼35先看 歼35歼35是我国第一种舰载四代机 虽然其前身胡鹰已经通过三个型号进行了近十年的试飞 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但歼35的气动布局相对胡鹰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仅翼展和机翼面积都增大了 机翼还要进行折叠 同时在机身减免增加的同时 进气到两侧还添加了隔舱 至于加强起落架和纵向大量的强度 机体进行防高湿 保炎物 高温处理这些舰载机的必修客更是不可避免 林林总总的改进措施算下来 歼35空重增加一吨都是最起码的 更重要的是 它重心和生理中心的分布都发生了一定变化 气动特性也会随之改变 可以说歼35完全是一种新型号 歼35的改动幅度非常大 综合来看 歼35的是非面临以下几大难点 一是降落 弹射能量不足还可以通过 仅由减弹的方式降低起飞重量 实在不行还能开加力 可降落就不一样了 难度极大 要不就不叫刀尖上的舞蹈了 虽然此前歼35的飞行员 已经进行了无数次路上降落 但震到了这间这一关 还是让人不禁捏一把汗 F35C不就是直接砸在甲板上了吗 F35C追海二 时速速度实测 飞机生力由机翼在空气中的运动产生 也就是说要有气流流过机翼才能产生生力 当大于一定速度的气流平滑的流过机翼时 会在机翼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产生不同的压力 上下表面的压力之差就形成了生力 如果飞机的速度不够 机翼上下表面没有形成足够的压力差 就产生不了足够的压力 这种情况叫失速 战斗机的失速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直接决定着低速性能 但风动试验的出来的理论失速特性还要邮件35通过实践来验证一下 以便在确定速度边界的同时把飞机低速性能的最大潜力挖掘出来 三 临界银角实测 除了速度外 机翼的银角 即机翼与气流方向的夹角也会对机翼的生力产生很大影响 一般来说 银角越大 机翼所产生的生力也就越大 但是当机翼银角大于一个临界值以后 机翼上表面的气流会发生分离 产生的生力也迅速降低 这同样被称为失速 因此 飞机速度过低会失速 超过临界银角一样会失速 歼35同样要用实际测试来验证临界银角 唯有如此才能把飞机的大银角性能充分发掘出来 银角与生力系数的关系四 低空大表速 虽然作为五代舰载机 歼35的主要作战方式是利用自身的隐形优势进行中高空突防 但在面对反隐形能力较强的对手时 还是要用低空突防这样的老办法 而测试低空大表速V的就是仅可能提高飞机的低空突防速度 以上种种决定了歼35的试飞是一场持久战 以F35C为例 2010年首飞 直到2019年才开始形成战斗力 这还是以F35A和F35B相计试飞并批量装备为前提的 而虎鹰只是搞了几架样机 这么一分析 歼35真得抓紧了 最好是多造几架原型机 同时飞多个科目 否则保接点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F35C经历了漫长的试飞再看共景600空 景600同样是我国第一种舰载固定一预警机 而放眼全世界 可自借鉴的也只有与二一个使用型号 虽然有大致的方向 但空景600的试飞挑战依然严峻 因背着一个巨大的云盘形天线罩 空景600的升速逼远步及歼35 只能通过加大驿展来提高胜利 改善低速性能 这就对飞机机动布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只能采取类似四垂尾设计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 阻力和重量也随之增加 但对空景600来说 中中之重视电子设备的测试 通过公开信息 可以发现空景600大概率一步到位 直接采用了类似APY-9的UHF 波段八目针裂和有源向空针的组合天线 很好地解决了作用距离和探测精度之间的矛盾 具备直接对空空导弹进行跨越支导的潜力 但即使性能比较强劲 其实它的外形优畅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 尤其是一些军迷 很多军迷觉得它的外形不好看 因为根据这图片看来 就非常的相似于水萝卜这样的造型 在很多的军迷眼中觉得它不太匹配 因为预警机以及舰载机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比较的形象 而如果说外形像水萝卜的话 就是过于可爱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否定它